欢迎回到中管流行网继续收听幸福好时光 我是吴若全 代替淡如来为听众朋友服务 好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怎么样 能够更重视校园的安全 校园安全其实跟孩子的品德教育有相当大的关系 但我们看到都是品格 其中有时候是一个导火线 就是情绪的管控 情绪管控不只是要管控自己 有时候情绪的教育更重要是在理解别人 当你能够同理别人的时候 也许你的情绪相对也可以得到比较平静的展现的方式 那我们今天请到专家来自康乔国际学校领口校区的总校长 简菲利 我们先请简校长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打招呼 简校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要来讲我们一个专有的名词叫SEL 就是社会情绪学习这样的课程 那么等一下再来跟听众朋友详细的解说 就是现在不只是学生要考试而已 这个情绪教育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但让听众朋友先了解一下 因为如果看到这个总校长觉得年轻很有活力 我想到其实在整个教育界的历练非常的完备 是不是让听众朋友能够更了解一下你 好的 我是在台师大化学系 然后76级毕业 就是民国76年的时候毕业的 先后在国中高中担任教师主任的职务 在2009年到2017年 很荣幸的在台北市中正高中担任校长 那2018年的时候又有一个很意外的旅程 就是到宜兰县的教育处去担任一年的处长 那这一年真的就是让我完备了 从K到12的整个教育的历程 对所以很特别的经验 那退休就是离开宜兰之后我就退休了 大家听到退休想说65岁没有 我们现在很年轻 其实在比较年纪很轻的时候就那时候就决定要退休是不是 当时决定要去宜兰教育处担任处长的这个角色 因为这个是一个戒掉的一个过程 那也是一个政务官 那而且是2月1号去 然后离开的时候也会是2月1号 所以衔接不上学校 那我当时就决定接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决定好 就是离开的时候就退休 就最后一段这个在所谓的我们叫官方或者是教育体制下一个完备的历程 你很厉害也都会记得2月1号 我都很佩服 因为有些朋友都很记得他人生很重要的几个日子 2月1号很特别的日子 对因为学期通常是8月1号开始 对所以其实就有心理准备 对就是我这个戒掉出去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上面 是啊我也很期待人生的第二座山 不过幸好就是我觉得一方面自己有准备 也是一种 这跟我觉得跟情绪教育也是有关 一种自我的觉察 所以很多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哇我感觉很意外或措手不及 其实很多事情如果早一点去发现 早一点去做准备 其实它有可能是一个人生第二座山的风景的开始 不过这背景真的非常的资历完备 就是从国中然后到高中像在中山女高 那后来到了中正高中是担任校长 在中山女高是担任主任 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历练 其实当时就很乐于接受这一些 因为后来像这个教育处这个是一个处长是一个行政职的工作 所以你是一直让自己接受不同的条件 因为其实很多老师哦 一想要接行政职都觉得好烦 有些朋友都觉得说 我不要我不要我就是专心教书就好了 因为行政职老师说也没多领多少薪水 还要管这么多事 寒暑假都还要去学校 其实你是很从一开始就很愿意接受这一些挑战 应该说在我教书第一年的时候 我是担任了导师这个工作 当时我就有一个发现 就是如果一个学校的行政的人够聪明 跟够就是在行政的作为上面 可以支持到老师的话 我觉得这对老师是很大的帮助 然后就间接的促成学生的学习会更有效 所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说 不如我来做看看吧 所以我是自愿跟校长说我要做行政的 哇这很棒 因为我这么多年来 真的也三十几年了 就一直在高中校园国中校园 跟着很多基金会去做很多讲座活动 就会发现说 若担任行政职的这一些老师们很热心的话 其实活动很成功 他就会事先去跟孩子沟通 会有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活动来 甚至让孩子去做一些准备等等 但如果没有那个热情 其实中间的沟通很多的协调 就没有办法做得很完备 他可能就是来个公益单位 或一个有热情的社会人士 愿意跟孩子讲讲话 那可能就例行公事 那么就办完就结束了 所以其实一个有热情的行政职的老师 对于整个活动的这个行程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可以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吗 我认为一个学校教书 教得很好的老师 去做行政的话 对学校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注意 是啊 不过他们也要 除了自己的热情之外 也要得到一些肯定跟鼓励 其实很多教育第一线的朋友 他其实那个挫折感也很大 他会觉得说 我这么热心 做这么多事 但好像就是没有得到 应该有的肯定跟尊重 教育工作真的挑战性越来越高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来请减校长 减总校长 总 因为是很多分校 更高的一个层级 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情绪的学习 到底应该怎么落实 在我们的校园安全里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现场 欢迎继续回到幸福好时光节目现场 我是代班主持人吴若全 代替淡如为听众朋友服务 今天的幸福好时光 为你邀请到的是 康乔国际学校领口校区 减菲力总校长 刚才特别跟我说明 他这个人真的很谦虚客气 总校长 总的就是领口这个校区 因为这个校区里面呢 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 三岁到十八岁 你责任很重大 他说我没有去管其他的校区 我是管这个校区里面的这么多个 其实这个就算全领了 就从三岁到十八岁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 其实现在很多青少年的家长 都很头痛 因为校园的安全事件 尤其是情绪的管控 再加上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力 所以这种霸凌的事件真的是平传 那你们在学校里面特别去倡导一个叫做SEL 社会情绪学习课程 是不是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课程 SEL其实目前在很多先进的国家都已经入纲了 也就是他们的课纲里面都特别强调这个部分 我的推估我们国家的下一步的课纲 应该也会让SEL入纲 所以到时候就是全国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学校 大家要一起来做这件事的 可是所有的老师 我们不能够等到课纲有了 我们才来学习 那这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如果国际的趋势是这样的话 我们现阶段就要去理解 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 又或者是在我们自己个人的成长历程里面 我们忽略了SEL 就是社会情绪学习 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那于是我们就开始思考 在学校里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吗 可以先让听众朋友了解说 那SEL是什么呢 SEL其实特别强调的就是 一个人他对于我是谁 我自己是谁这件事情 他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个认知 期望 比如说他能不能够实时的自我觉察 此时自己的情绪状态是什么 那我也常常问我们老师说 当你课程进行到这里的时候 你关心孩子在想什么吗 他的情绪是什么状态 比如说我们教历史的时候 那孩子能够同理这个历史人物 他在当时的那样的状态之下 他有什么样的情绪感受 那这个情绪感受又是来自于 他的什么需要没有被满足 或者是被满足 像这些其实都会实时的扣回来 到学习者本身 就是我了解我自己吗 那我真爱我自己吗 那如果我了解我自己 此时此刻的感受的话 我愿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我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冲突发生 都只是因为彼此的不能够同理 又或者是对自己当下的自己 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握 比如说一个孩子 他有一些行为 惹得父母亲生气了 父母第一句话冲出口的那个 一定是不好听的话 可是其实我都常常跟我们的家长说 深呼吸三秒钟 决定一下你这句话要不要说出来 其实下一秒钟出口的话 就不是那么伤人了 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就会不一样 我很想举一个例子 我给七年级的孩子上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课 其中有一段我就请孩子写下 有没有听过父母亲对你说过的一句 让你很不舒服的话写下来 最常见的答案是什么 我其实想要讲的是 就在我面前的那位孩子 他就写下来一句话说 我真希望没有生出你 我看到他写这个的时候 我心头就一紧 接着我就问孩子说 是谁对你说的呢 他说妈妈 我说那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他当时也有一些的描述 所以我就会开始去关心他说 那说这句话的妈妈 他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你可以思考一下吗 他可能会想不出来 他没有办法告诉我 用情绪的 就是妈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 于是我就会给他一张情绪表 好的情绪不好的情绪 所有的情绪都在里面 他看了一下他就选生气 那我再问他说 那当下的你的感受是什么 他可能也抓不太到自己的感受 于是我再给他一张情绪表 你再看一下当下的你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了 就是不管是父母或者是孩子 甚至于是老师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觉察 在某一个状态之下的自己情绪是什么 然后对方的情绪是什么 那这种情绪如果我们关心 我们关注的话 我们能不能够再呼吸一下 深呼吸一下去思考 他之所以出现这个情绪 他背后是有什么需要 没有被满足 所以如果你愿意多做这样子的思考的时候 同理才有可能发生 所以各位听众也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在阅读 或者是我们让孩子有一些的领域里面的学习 有的时候我们期待他有一个很高层次的认知 那个很高层次的认知可能是同理 可能是分析 可能是应用 可是如果他没有机会去让他自己的情绪 或别人的情绪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种练习的话 我觉得很可惜了 我们就错过了他体会跟理解 如何去同理自己跟同理他人 这真的是一生的功课 不论几岁都在学习 而且不会说你几岁你就学会了 因为你的人生每一天都在发生不同的事情 每一次事情来的时候 你都需要回来认识自己跟接受自己 尤其情绪这个东西 透过觉察 让自己能够了解现在自己的状态 也因为这个了解 你才能够了解 那对方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语言 或这样的行为来对待你 这往往其实包括就是大人 其实也一直要在学习 真的不是说你拿到一张证书你就学会 因为他永远 人生可能终其一生都在训练这些事情 那比较幸运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已经开始重视到这些事情 然后可以从孩子的教育的过程当中 不论是正式的课程 或每一天的应对当中 深教研教它都是一种 这方面的教育跟学习 是而且我觉得在学校里面 教育工作者更需要提供给孩子 刻意练习的机会 所以怎么去刻意练习呢 是透过课程吗 还是每一天有一些时间 做一些你刚才提到的这些觉察 正念 冥想 这些呢 这些很可能是我们运用的工具 但是回到教育工作者本身的话 我会更去想到的是 我们时时刻刻其实都在做决定 包含我们怎么回馈孩子 所以你讲出去的每一句话 孩子是不是能够接受 那接受者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那这个回馈 我觉得是我们目前很重要的一个练习 好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 再来看看这所谓的SEL 就是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社会的情绪学习 怎么样来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推广的时候有没有遭遇到什么困难 会不会有老师说 这样好累哦 不能教书就好了吗 到底怎么样把这些工具 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等一下回到节目的现场 再跟听众朋友做更深度的分享 跟讨论我们休息一下 你所收听的是幸福好时光 我是代班主持人吴若全 代替但如为听众朋友服务 今天来跟康桥国际学校 领口校区总校长 简菲利 一起来学习 社会情绪学习的课程 从校园一直延伸 我想不管是老师啊 孩子啊 或甚至这个套教育很成功之后 家长也会感觉到孩子的改变 发觉自己也需要来学习 情绪学习这样的课程 好那么刚才听到简总校 对SEL这样的一个观念 有很清楚的说明 那我刚才有提到说 最近这几年因为校园一些霸凌的事件频传 孩子好像在情绪跟言行的管控上面 也有很大的不同 是不是整个环境上面有很大的变化呢 我在想这个社会的改变 还有科技的进步 然后我们的生活环境 其实每天在面临的挑战 其实非常的多 所以家庭教育 它跟过去的挑战 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那家庭里面能不能够重视这个情绪学习 那校园里面能不能够协助孩子 能够身心自在安顿的 进入到那个学习的场域里面 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 那我刚刚讲嘛 科技 经济 社会 整个的变动 外在的变动 这么多的不确定 跟这么快速的变化里面 其实教育的改革 相对来说反而是慢的 那如果教育的改革 反而是慢的情况下 外在的变化又这么大 于是教育的现场 所受到的挑战就会更大 因此我其实会建议 所有的校园安全 所有的这些霸凌 或者是暴力的事件 我们要不要回归到最源头 回到人本身 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如果他的情绪能够稳定 如果他知道如何去 回应他自己的需要 跟同理他人的需要 其实这些问题会大量的减少 因此我比较呼吁的是 我们从源头开始做起 因此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我们一直在倡议 我们可以多做一些SEL吗 如何多做一些呢 我想说个故事 上个礼拜 在一个现世层级的 一个篮球比赛里面 那A校跟B校 两个学校 A校呢 在去年表现不怎么样 今年呢 在出赛每一场都赢 而且都是以十几分 二十几分的差距 赢过对手 于是他就顺利进入八强了 那B校呢 会在八强 与这个A校相对 就是第一场 决定谁要进前四 跟后四嘛 对吧 好 那B校的教练 就跑去跟 这个大会说 要验A校的再学证明 因为A校的学校呢 这个 他们是K到12的学校嘛 所以会不会有国中生 参到这个小学的里面呢 那这下子出问题了 就是比赛里面 确实有说要带在学证明 但是A校的教练 漏了这个东西 等到在学证明 送到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 等大会等待的时间了 虽然可以证明 A校全部都是 小学六年级的孩子 但是这场比赛被没收了 那当然A校的学生 对 小球员们都很伤心啊 校长跟主任 还有教练也都在场安抚 那B校呢 我就很好奇了 我就找我们的同事们 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我关心的反而是 B校的这些小球员们 他们在这个事件里面 学到什么 对 就是你是觉得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 被没收了一场比赛 于是大会就直接判定你们赢 这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开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校的老师 有没有能力带着学生们 针对每天所面临到的 各式各样的决定 然后结果去进行一个讨论 离清楚 疏离清楚 我喜欢这种感觉吗 那我从这个世界里面学到了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教育很有趣的地方 那这需要其实有一些带领的技巧 也需要一些时间 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有些老师 他可能没有技巧 他会学技巧 有些老师有技巧 可能会说 我课都教不完了 这么多的东西 我每天来跟学生来分享说 你怎么想的 那到底怎么落实 有他的为难之处 我们等一下看看 怎么样可以顾全 我是吴若泉代替弹如来为听众朋友服务 今天的幸福好时光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教育界的专家 来自康侨国际学校领口校区 总校长简菲利 来跟我们聊一聊 社会情绪学习这样的课程 延伸一起讨论到校园安全 甚至是跟品德教育 还有孩子将来成长为大人的过程当中的 一些人格的养成 有很大的关系 简校刚才讲到了一个例子 就是AB两个学校 因为球赛的比赛很关键的一局 但因为A校跟B校 B校就提出了必须要再学证明 那A校因为来不及 因此被取消了这个比赛 因此B校的学生就不用比 就直接进入了前四强 所以要引导B校的孩子去想一下说 没收了一场比赛 让你得到晋级的机会 你会开心吗 这是我们给B校的学生们 引导的思考 那给A校的同学 要怎么去引导呢 他没犯什么错 就因为教练忘了带一个 在学证明 就被对方以技术性的方式 没收了比赛 因此就丧失了晋级的资格 孩子应该也觉得有点懊恼跟挫折吧 对 所以我们会从 一场全胜的比赛 你都没有输掉任何一场比赛 全胜 但是却只得到第五名 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 我们更希望带着孩子去思考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学习到了什么 那学习到了什么是 我们有哪里做的好的 我们有哪里以后可以改进 那下一次 对你而言下一次 你会怎么做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 是啊 也要能够释怀 然后也能够 能够讲原谅吗 我觉得要同理或谅解教练 忘了带在校证明 也要谅解对手 用这样的方式取消一个比赛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学习的很多 但引导孩子去做这样的思考跟讨论 其实不是像我们两个大人 三言两语就讲完了吗 他需要很多的引导 会不会有一些技术 我觉得老师可以让他们去上课去学 现在其实因为教改考试 虽然在私立学校里面 也许不是那么样的去应付外界的这一些考试的升学的压力 但是有些老师真的听我们节目讲完就会说 我哪来这么多时间啊 你知道我这个教课多辛苦吗 这时间上面怎么样两全呢 在时间上面我们会更重视的事情是把品格教育 品德教育或者是学校办学的特色 融入到老师日常的课程里面 换句话说 现在的老师或未来的老师 他可能不再是用传统的那种讲授式的教学方式了 那怎么样把这些融进去 那个就是老师很大的挑战 就是最近这几年其实一直在讲这个素养教育 就是你不是专门一堂课来讲SEO来讲社会情绪 像你譬如说 我不是在教学现场的人 实在不应该就是这么大胆 不过就大概可以想象了 就你教数学教历史教任何 你知道相关的在那做一些举例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样的观念带进去什么 我想要特别的说一下 如果以康乔来说的话 我们每一个年级都有所谓的精英活动 六年级去爬雪山 然后八年级登河欢山 九年级去日月潭 十年级单车还台 各位想象一下 这些活动的时间很长 那孩子只有做活动而已吗 只有锻炼身体而已吗 其实绝对不是的 课程 台湾的历史地理可以融入 我们重视的品格教育可以融入 那人际之间的关系如何互动可以融入 所以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刻意练习的 就是要有这一个规划 把它放进去的活动里面 刚才讲那些活动是每个同学 在念这个学校的过程当中都要经历的 是这是他们每一个学习阶段的 你刚才说雪山跟玉山这些都要去 雪山和欢山 雪山跟和欢山 就让他们除了这个体能的训练之外 也有面临人生的很多的经验 不确定性 可以增加更多内在的自信 刚才像我其实一再提到这个刻意练习 所以其实是把它牢牢的记在 你的一个学习的心中 一个宗旨里面 然后透过很多的方式去达成 我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 台湾现在所强调的素养导向的课程跟教学 其实就是经验要能够概念化 概念要能够经验化 概念是一辈子带得走的能力 而经验就是我们的一生 将你所有的概念累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践 让它变成一种经验 再让这些经验能够透过教育的传承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践 好我们非常谢谢来自康侨国际学校 领口校区总校长 简菲莉来介绍我们的访问 相关的议题有任何的资讯的需求 都可以打电话到中广的柜台 由美少女来为你服务 0225005566 0225005566 022 Pamela 该人买到我的硬盘 一ami badass 一ami姐heiten 8 2 3 感谢观看